各位大马的佛友们,大家即将阿弥陀佛 我们马来西亚的疫情,大致上每一天都是攀升 即便没有在升,也保持在高水平 也就是说,感染的人还是很多 所以,因为这样一个因缘,即便我们已经是19天了,这个行动管制 我们这个病情还是一样,再高位 那么,我们就好像这十几天里面,就好像在做监牢一样 我们所有的人都因为这个疫情,大家都关在家里,好像在监牢里面 但是,我们应该想一想,如果我们这个是一个大监牢 那我们这些是犯人的话,我们怎么样逃脱这个犯监牢呢? 那只有一点就是,不要闹事,循规蹈矩 大家应该怎么做,就跟着怎么做,规矩如何,那就如何 一个犯人,如果他不闹事,他绝对怎么样呢?一定是能够在被判之下 刑起刑路,一年两年,一两年后就可以发出来 但是如果呢,他在里面不止没有犯事,还做很多利益大众的事情 然后自己真正真精进,自己努力,那他很快就发出来 那,这如同是什么呢? 如同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马来西亚朋友呢? 如果我们都能够自律,不闹事,那我们就不会加息 不会有了一个十四天,再有一个十四天 一直十四天,十四天,这样子加下去 所以,我们要自律,那自律的话呢?我们就不会怎么样呢? 不会呢?驾行 我们要怎么样?减行 要减行是怎么样?首先自己要懂得自律 可以的话去利益别人 那我们怎么利益别人呢? 比方说,我看到一些团体,他们开始做一些手套啊,或者是木款啊,口罩之类 去给医护人员,让一些医护人员都保持健康 那么,当然这些医护人员都有最好的防备,防护 所以因此,这也是利益别人 所以,甚至还看到什么呢?我还看到一则新闻 有一个人去扮鬼,他在晚上出来扮鬼 那他去扮鬼做什么呢? 那今天报纸我看到,他说,因为警察来找上门 就问他,你干嘛跑出来呢?以为警察要抓他 他不是要他谢谢他,因为他扮鬼呢?是吓那些小孩子 扮他跑出来,所以他就扮鬼 当然,我不是鼓励大家扮鬼 至少你可以想着做一个佛教徒,我怎么去利益别人 那首先就是我自己要自律,我不要让家人担忧 我不要让家人有这怪,如果我们每天骂这些青年 哎呀,每天一直往外跑,家里真的是待不下吗? 家里有鬼吗?待不下吗?我们会讲青年 但我们自己呢?我们作为一个老人 要有老人的尊严,不能够为老不尊 所以呢,我们要更懂得怎么样自律 我们希望我们很快就可以被放出来 这样大家放出来,首先都是大家的合作 大家的合作的好,那么因此我们就很快放出来 那我们不要去坏别人,我们先从自己做起 自己首先不要是那个制造四辈者 不要去制造那个混乱者 我们大家自己做,自己应该做 其实想想一下,我们现在这个21世纪的2000年啊 2020年的这个时候呢,在发生这个疫情 算起来,我们被隔离的话呢,还不是日子太苦的 想想,如果倒回20年前,或者倒回十几年前 大家的电话都是33310 没有荧幕的,没有颜色的 那你说我们日子怎么过的? 我拨电话给我的信息的时候,他们很快就接电话 我说,你在玩手机是吗? 他说,师傅,我现在不玩手机,我没东西玩啊 至少有手机玩,对不对? 所以,因此你的生活应该是OK的 如果你不想念经,你不想看经书 你也没有义工可以做 那至少你就好好的有一个手机 那就玩你的手机,滑你的手机吧 反正网路上有那么多的电视剧 有那么多的这些新闻 有那么多的笑话 有那么多的这些,各式各样的 那么你可以至少怎么样 我不出去外面添乱 对不对? 我不要再怎么样,让我自己家庭 因为只要我出去的话 分分钟啊,我现在出去不是感染而理 分分钟呢,会被警察抓 然后呢,会lock up 那么本来呢,我是关在家里 吃家里的,吃华人餐 做做一切,亲人煮的多好 但是你就是不要 我们就是怎么样 要去挑战这个极限 挑战这些法律 所以我们走出来 不只是有可能感染这个病情 甚至呢,有可能呢 就给警察抓了以后 那就被弄告起来 我看到一个报长,她说什么呢 她说,我不忍心啊 她的女朋友呢,吃不好吃的 可能去外面添乱的地方打包 结果那个打包呢,就要发七百块 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不出去 那我们就尽量不出去 在马来西亚里面,还是OK的 为什么呢,只要能够身体活下来 健康活下来 这个吃的部分呢,忍一忍 疫情过后,你要怎么吃都可以 那么如果你现在忍不住 你出去一下以后呢,你就给它吃一餐 后面呢,你就可能是吃药 再不是吃药的话,就被隔离 再不隔离的话呢,可能就要 净六甲,种种种种都有可能发生的 佛陀啊,在这个《药师经》里面 就讲到一段关于横死的因缘 那横死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其中一个横死就是 你本来得到的病是很轻的 不应该死的,但是呢 你没有医生,没有的医 那或者呢,你遇到医生 可是呢,给你的是非药 受以非药 所以因此,如果我们好好地乖乖待在家 像我们这个身体不是那么强壮 可能一皱病的话,可能直接躺 几天,然后就可能走了 但是因为我们一直behave 不会出去,那不去外面得到感染 我们就等,就等待 等待那个因缘 可能也许在此一些日子呢 那个疫苗出来了 用这个解药了 你中的时候,还有解药 不要,解药还没出来 结果你就,中万支票都没有那么准 结果你就中了 然后呢,就没有了 对不对?所以,因此 我们呢,想想 我们现在呢,是一个监狱里面的犯人 那么我们不想要有一个十四天 再加一个十四天 那么我们就是behave ok?不要让自己的这一个行动管制 就是一直增加加行 加行 我们要减刑 减刑 减刑 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怎么样 得到寄托 ok? 那么就是,从我自己开始 不要增加这个感染群 那么一般人,他被管的时候呢 他可以怎么样? 如果我被一对一般没有宗教信仰 或者没有学佛 不是佛教徒的话 他被关的时候会怎么样? 那到这上就 我想要过的日子 那这个我想要过的日子 通常是跟五欲在一起 吃 彩色 明思睡 都是跟这些人也在一起 但是对于一个佛教徒 他就不会以五欲作为他的生活模式了 所以喜欢睡觉的人 就一直睡,一直睡 喜欢看那些不善不思的 就一直追着也不善不思的 那喜欢吃的话呢 就一直想 明天我要煮什么 要吃什么 要买什么 要做什么 那可能就是这一些 所以因此啊 才会有那么多的五欲的神 我们说这神 叫五欲的神出现 那么对于佛教徒来说 他就会怎么样呢? 借这个机会 没有干扰 没有人家干扰我 我如何修行 我如何诵经 我如何打坐 我如何修止观 我如何让我自己的道业增长 那如果你是一个大乘的佛教徒 那你就会想到 我怎么样去利益别人 我怎么样去利益我家里的人 我怎么去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不要说无量无边的众生 简单一点 我们家里住的这个四个人 五个人,三个人 七个人,八个人 想想这些人 他每天都跟你在一起 我怎么样利益到他 我怎么样帮助到他 我煮些什么食物给他吃 我平时为他们做些什么 你怎么样去利益到他 那么这个是大家 你有受大乘佛教教育的话呢 那你就知道 我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 那么如果你没有宗教背景 没有宗教信仰的话 那么你可能就是围绕着跟五欲相应 但至少你的五欲是没有伤害其他众生 不可以伤害众生为主 那么因此只要你没有伤害众生 那它还是消失 但希望大家 借由这样子的一个疫情 能够从中学习 我们每一个人真的会死 我们每一个人分分钟会死 我们不一定是得到cancer而死 我们可能出去一下 然后我们就感染疫情 所以生老病死 是佛陀告诉我们的 每个众生都会老生老病死 一出生就会生老病死 所以我们要珍惜 不要让自己死亡太快到了 我们要照顾自己 所以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